好,同学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Sale初始的第九部分,Sale脚本调试 这一部分我们主要讲解的是怎样去进行写好的脚本的调试 这样方便我们后期去进行脚本的执行 因为我们每一次执行脚本相当于我们在服务器上去安装脚本里面的内容 或者去执行这些命令 如果说我们不经过调试直接去执行的话 可能会导致我们在用这个脚本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未知的一些语法错误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脚本调试的方法来进行脚本的一个检查 那如何去进行脚本调试呢 脚本调试其实是在运行脚本的过程中呢,加了一个参数 而这个参数呢,一般情况下有三个 分别是-N,-V和-X 那-N呢,我们是不执行脚本 仅进行语法的检测 -V呢,是在执行脚本之前 先将我们脚本的内容输出到我们的屏幕上 -X呢,是将使用的脚本内容输出到屏幕上 -X这个参数我们经常会被使用 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我们写了一个脚本 那这个脚本呢,我们用-V可以去进行一个检查 我们会把脚本的内容输出到我们的屏幕上 然后呢,我们-X呢,在执行脚本的过程中呢 它会把我们每一步的过程都进行一个 干嘛,展示 而-N呢,是去主要检测我们的语法当中 脚本当中是否存在语法的问题 那一般情况下怎样用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终端 假设我们现在呢,有一个A.SH的文件 我们看一下A.SH里面有什么内容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byte的方式去执行这个文件 当然呢,用byte也可以,用SH也可以 那byte后面跟下一个-N 就可以去检查我们这个语法里是否存在 脚本里是否存在语法问题 如果说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反馈 那么我们这个脚本就语法正常 那我们的-N,我们的-X呢 在执行这个脚本的时候呢 它会显示脚本的内容 你比如说我说一个名字,行爹 它都会去执行这个脚本里面的内容 那我们的另外一个参数叫做-V 它会将你的脚本内容打印出来以后 再去进行一个执行 可以看一下这个两个的一个区别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N比较常用 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检测我们的语法 我们的-X呢,也是比较常用的 因为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每一步是干嘛的 OK,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 接下来我们就是第十部分了 脚本运行的方式 脚本运行的方式呢,有很多种 具体的呢,就看我们应该怎样去运行了 老师呢,在这把所有的情况都给大家展示一下 第一种情况就是老师刚刚做的 通过Bite的方式去执行这个脚本文件 第二种方式呢,我们还可以通过点斜杆的方式 去执行这个脚本文件 但是呢,有一个特点 这个文件必须要有执行权限 我们要通过Change Mode的方式 给这个脚本增加一个执行权限 直接A加X吧 给谁呢,给我们的A.S.H 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可以通过点斜杆的方式 去执行这个文件 执行这个脚本文件 那还有一些其他方法 我们可以用绝对路径的方法 user,我们是在root目录下的 shell目录下的A.S.H 我们也可以通过绝对路径的方式 去执行这个文件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通过S.H 后面加上我们的脚本文件 去进行一个执行 都是可以的 这是执行脚本的方式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 注意啊 工作目录执行的话呢 就是老师刚刚说的点斜杠啊 点斜杠直接跟上我们的脚本文件 但是呢,前提是要有执行权限啊 绝对路径呢 也可以去执行我们的脚本啊 绝对路径也可以去执行脚本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PWD的方式啊 PWD 因为PWD的作用呢 是干嘛呢 是为了获取我们的当前路径的值的 你比如说我们PWD 这是我们系统里自带的一个变量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PWD的方式去执行 但是呢 我们需要用一个反引号 把我们的PWD这个命令呢 写到这里面去 然后呢 后面跟上我们的这个 A.SH的文件回车 这样也可以去执行 因为它代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路径 好 最后SH 然后呢 就是Shell的环境执行啊 Shell环境执行呢 我们可以用点 也可以用什么呢 用Source 两种执行方式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点A.SH 也是可以的 S-O-U-S-E 也是可以的 这是脚本执行的一些方法 好 接下来呢 这节课呢 我们先到这儿 下节课呢 我们进行Shell变量的一个学习